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就不知道他实力如何 不过两位选手有信心吗 没有 FIRE 你说你GP的那个团的那个 那个标志也挂上吧 嗯 OK 你先要自杀一下 好的 那么GPFIRE损的是三管去左下准备 谢谢 左下 好 那么雪达你会选什么 选大炮 那是G炮 G炮流来就应对了 满克子三管的 两位都要看实力了 就成败看FIRE FIRE是主动主道权在手 那么两位先说请靠墙准备好 靠墙准备好 不好意思我点错了可以自杀一下吗 可以但你要选回相同的事业 好的 准备 3 2 1 开始 好 两位选手一开始就已经打上来了 GFIRE是压了上去 不过他没有抓到巨炮的位置 先被人来一炮压惊 不过没关系 GFIRE的走位还是可以的 他的子弹 如果巨炮的子弹没有打中他的话 那么 基本上FIRE就可以用他的子弹源源输出 不停的占便宜 巨炮在这个情况下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可打性的 而且雪达现在的血量 也是扣了大概是三分之一 不过 不过好处是雪达的炮呢 可以一炮秒中 看一下他能不能猜到FIRE的走位 这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FIRE现在是没有中弹 中弹弹就死了 FIRE现在被压着打呀 被大炮的那个压着打 哎呦 雪达挂了 先挂一场雪达 这次轮到雪达先选职业啊 先选职业 FIRE也可以重生了 我们来看一下雪达选的是五拐 一个比较容易被克制的职业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FIRE 他选什么来应对 FIRE的选择是猛男流 猛男流打五拐 也没有站到太大平 不过基本上五拐会比较亏一点 看情况了看技术 还是得看技术 好 那么请两位选手靠墙角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好 那么第二场比赛 哦 雪达先发制人了 先去发子弹来掩护 不过好像没什么卵用 雪达 那个FIRE没有抓到雪达的位置 然后也没有 然而雪达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啊 不过FIRE好像现在压着雪达来打 雪达现在应该受伤很重啊 没有受伤很重啊 不过不过雪达应该是放弃子弹 放弃子弹 放弃了一点点速度或者子弹去点生命值了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一场持久战 啊 那也不过子弹也是很痛的呀 我自己都瘦了瘦了一点点 哎呦 FIRE两人都受伤一点点啊 受伤了一点点 哎呀啊 真是打得非常激烈啊 现在粉红色小次出来戳了FIRE两下 不过没什么大外 在那个雪达在绕路绕路占便宜 便宜占的还不错 两边损血情况差不多 不过以目前的情况来看FIRE比较喜 FIRE比较占上风啊还是 哎呦雪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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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要要要要硬拼 没有吧不敢吧 退退一下吧雪达 不要硬拼了 好占便宜占便宜占得好 FIRE现在是损了大概是五分之五分之二吧 五分之二 而哎呦又又有粉红色小次 然后雪达好像也损了一半 说双方不分上下 也我也没猜到会打出去 哎呦又被占到便宜了 难道FIRE要就此阵亡 由因为雪达利用了沙河藏地的 那个因素啊 他知道让雪达占哪个位 FIRE占的占那个位置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 哎 FIRE没血 雪达也差不多了 两人要进行生死搏斗 好现在谁胜谁负呢 到底还说不清楚 两人中一颗子弹都死了 好激烈啊我受不住了 好现在雪达怂了他走开 啊 季季 季季 愛你 邱 exceptions 小农志 Learn 谢谢 恭喜 啊 恭喜 贏的很不容易啊 两位打得非常精彩 好那么1比1 第三局了 那么请FIRE先选 那么FIRE选的是 难道是 就这个 等一下 就这个 没关系 没关系 好那么 这个自动叮叮牛 那么请FIRE选职业吧 FIRE选了自动叮叮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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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达会怎么应对呢 猛男牛你他妈的 脑子清水了吧 好吧没关系 相信也是一场非常精彩的 一攻打攻一快打快的一场对决 那么请双方选手靠墙站好 唉 不过也可以啊 其实这场这场比赛 看来是两位都都都要 耍出智商的下限了 好那么 第三局 三二一 OK 开始 第三局 其实 说句实话 说句实话 第三局 我看 我觉得两位都 差不多胜利 两位没有说 谁谁比较强 谁比较弱 那样的 这个职业啊 当然我是说 两位技术其实也差也很不错了 我觉得 如果复活赛的话 要搞的话 我还是 对不起FIRE 对不起FIRE 我把子弹引到了 我把子弹引到了 你也不要追着来打我呀 唉唉唉 好那么双方应该是没损血啊 不过猛蓝牛的雪达 应该是损了一点吧 没有没有没有 雪达没损 没损 我们把刺脚转到雪达那里吧 好雪达那里 现在是还在还在打 不过没有了自动自动子弹以后呢 应该应该会比较强吧 好雪达现在是不停的进攻啊 不停摸对手位置 因为其实钉钉牛呢 对上对上其他职业的子弹呢 其实很亏的 就算是哲学流 就算哲学流这种控制子弹 或者僵尸流这种控制子弹的 也是亏成马的 好雪达现在生命值非常高啊 FIRE是直接亏了 直接有点亏 可能就就此败推 啊 GG 好2比1啊 这场输得很正常我觉得 嗯 好的 你 我选一个耍脑机的职业 等我一下 好期待哦 是什么职业呢 所以他选的是八管UFO飞盘流 我去你 好吧随便你随便你 那么FIRE会选什么职业呢 等一下我自杀一下有点点错 可以没关系 第四局啊 第四局啊 第四局 两位都 果然是CG立敌啊 那么 看一下FIRE会选什么吧 我的 巨炮 不然就是 机枪 我觉得没你想的那么单纯 这个是 哦 哦 巨管 好吧 是 也是对 也是集中型的一种坦克 好 各种B把比赛� Esa 比如 Shark 第四场比赛的开始呢 其实还是说不定啊 说不定 只要因为fire他那个射清子弹呢 是比较远的 打雪达基本上是不亏 但如果fire想造成严重伤害的话 必须靠近雪达 然而fire没有这样做 雪达应该是点了回血 点了回血 所以就可以跟fire打持久战 是比较比较另类的打法 不过不按正规出牌 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好 那么雪达是 雪达有点亏啊 现在虽然是说智商有点高 但还现在还是亏了 fire还抓到了雪达的位置 不停的消耗 然后好像 哎呦 然后他好像觉得 哎他妈的这个怎么 怎么打那么痛 打那么痛啊 而且打他又不痛 开挂了吧这下 其实没有啊 他是放弃的速度 速度和连射 速度和连射 那么fire 我们转个视角吧 我们不看fire 我们看八管吧 八管现在是压着fire来打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那个 快赢了 哦 有机机 雪达 雪达你 恭喜你啊 进去八场了 那请问一下 你有什么感想呢 哎哎 为什么要打我一下 嗯 觉得很压抑 很兴奋 很感觉不错 为什么你只要一直打我呢 那么 也恭喜你啊 你觉得fire的实力如何呢 你觉得fire的实力如何呢 嗯 跟我差不多吧 那么也也感谢你的参赛啊 也也恭喜你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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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八场 那么呃你可以上去DIEP 必防再继续休息一下 我们我会再打下一局比赛了 好 谢谢啊 好的再见 再见 再见